Hello YouTube 朋友大家好 我是 Danny 欢迎收看 Danman 826 频道 今天又和大家去吃自助餐 这个自助餐很特别 是一路会转着你来吃的自助餐 一起上去看看 Let's go 今天去的自助餐 是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183 号 合和中心62 楼的一间旋转餐厅 乘搭港铁去到湾仔站 用D出口穿过利东街商场 上回地面后 向前走便可见到合和中心 上到17 楼便可转成自助山的 专用电梯上道餐厅 如果观众朋友都喜欢 收看这类型的自费真人实测 试食自助餐影片 或其他旅游饮食生活资讯片 就记得按下我Damman826 频道的订阅和钟仔 全部都是用心制作 真人真情分享 多谢你们每一位的支持 上到来在湾仔合和中心的自助山吃自助餐了 今次也是我回来香港第二次来自助山的 都差不多五六年前来过一次 今次是第二次 今天是吃自助午餐 自助午餐分两个时段 今天吃第一个时段是12点到2点半 有两个半钟 一头是488元 这是周末价钱 第二个时段 就是由3点到5点半 差不多下午茶时间 好像便宜几十元一位 这是2022年9月份的价目表 我都将餐厅的网页连结放在影片资讯栏 大家可以参考最新的价格 今天我们就坐窗口位 窗口位都要预早预约 我差不多是两个月前进去上订位 如果要窗口位都要等到8月 差不多8月尾才有 如果想做这些 可能要坐一些不是近窗口的位 大家预订的时候要留意 说真的时间不急 当然是早点订到窗口位 就特别一点 因为这也是上来自助山的特别体验 就是有一个旋转餐厅 这间应该是香港唯一的旋转餐厅 现在是在合博中心 现在出去看看自助山区有什么食物 自助山区分得挺散的 因为有不同的地方 现在出去看看 第一部分首先看看洞海鲜 有东风螺、青口、蜆、冬虾、雪长蟹腳和面包蟹 六款不同的冬海鲜 有五款日式刺身分别是 尖鱼、八爪鱼、尺背、三文鱼和鱛鱼 还有日式寿司、冷面和日式冷盘小食 旁边有一个自助沙律巴 还有多款不同调配好的沙律、冬肉、冷盘 选择 现在就拿了一些冬海鲜 有面包蟹、有鲜肉、青口、冬虾和雪长蟹腳 可以选择的 酱汁也有很多款 我就拿了这个泰式的辣汁 有四、五款不同的酱汁可以选择 刚刚吃完几样冬海鲜 那些蜆和青口就一碗水准 冬虾都挺爽口蛋黏 反而是雪长蟹腳挺好吃的 有鲜甜的蟹肉味 和每一层咸的海水味 面包蟹是多肉的 但肉都有一些粗粗粗的 所以我都觉得是雪长蟹腳最好吃 可以再拿 刺身有五款 有三文鱼、鯛鱼、鲸鱼、尺背、八爪鱼 我没有拿尺背八爪鱼 我拿了几样的鱼刺身 因为鲜鱼在自助餐的少见 我记得我以前去四角高知苑 有很多鲜鱼吃的 试试 几款刺身都是合理的水准 不过不失那只 寿司饭也不会太硬 也不会硬到冰冰冰 这碗鱼生饭不错 饭的质感和醋味 做得刚好 挺有水准 可能观众会问 旋转餐厅会不会坐下 有些温船浪的感觉 其实你会感觉到 少少动动 有时会有点滑滑 至于会不会是好温 要看个人身体的适应能力 好像坐船也不一定是温船浪 热食区里面有一个烧烤部分 分别有烧粟米 厚切牛腻 鸡翼 鸡翼 和三文鱼胶 有日式天虎罗炸虾 和野菜 看见师傅切的几款烧味 都挺吸引 一会儿要试试 亦有喜欢吃的点心 一见一龙 有五款不同的选择 亦有即煮的粉面档 用的是辣砂汤底 即切的肉类有烧牛肉 和烤羊架 招牌推介 有泰式香茅烧鸡 还有几款西式 中式 和印度式的热食 即切的肉类有羊架和烧牛肉 拿了烧牛肉 还有小菜 橙香骨 菜 有泰式烧鸡很好吃 刚刚吃了一件 它的酱汁很好味道 鸡肉又不会太粗 太少鸡不错 现在先试一下烧牛肉 看上去的样子 一半应该 味道还可以 它又不算很硬 但又不是很软 即是中间程度 烧牛肉 其实它的烧牛肉 也不是太差 即使它不是很粉红 也算是不太硬 那一款 我待会出去拿一件羊架来试一下 它也有个烧牛架 我见到很多人拿 现在我们这个船船餐厅 算到最美的风景 这边就看到维港 看到两边 ICC和IFC都看到 我想我们吃这个午餐 两个半之后都可以转到两个圈的时间 应该好像是一个小时 转一个圈 那待会可以打卡拍照 又放上IG、Facebook 大家都记得follow我IG、Facebook 拿了一碗 这个叫做花膠素翅 好像 它不耐的时候 挺有看头 又加一些蟹肉 那些素翅 但喝下去就真的一般 很稠 一匹糊 又没有味 这个可以不喝 中式点心有五款 蝦胶烧米、牛肉、珍书鸡 和甜的蒸的点心 不过出去了 都是只剩下牛肉 我出去了三次都没有了 试试问去 都说要等五至十分钟 而且我经过有人说 真的很难拿到蝦胶烧米 见到有人拿到 觉得很惊奇 所以我待会再出去 看看拿不到蝦胶烧米 蝦米都挺靓 所以都拿了两个 另外一些烧烤食物 三文鱼鸡翅 先试试 可能它的点心真的好吃 所以这么抢手 牛肉真的没错 有很多马蹄粒 玄西 叉烧有水准 很像人家酒店 餐厅货色 拿了一件羊架来试试 看它的样子都挺嫩滑 粉粉红红色 拿些沙律菜来拌菜 它都有很多沙律选择 它不酥 我加了一点辣椒盐 肉质都挺嫩的 我等你再出去看看 有没有蝦饺烧米 如果想拿一碗汤面吃 它有辣椒 再出去想拿这个 虾饺烧米也是拿不到的 我看到有些人在等 因为每次五至十分钟出来 都是出三四楼 即是三四件 很快被人拿完 这个就真的不太好 唯有拿了一碗 辣椒汤米粉来试试 这个样子好像挺漂亮 挺吸引 现在闻来也挺香 这碗汤 我拿了鱼蛋 豆腐泡 少许米粉 试试汤底 这个可以的 它比较 比较咸蝦味的汤底 不是很辣 是有点像蝦糕味的汤底 做人真的要坚持 我刚才出去 看到有人在等 我就一起等点心 等了大概三四分钟 就终于出来 又是每次出三四楼 我就拿到一楼烧米 一楼虾饺 试试是否真的 这么值得等来吃 我鸭子也挺漂亮的 有些蟹子 还有些XO醬 可以蘸 烧米是好吃的 很多冬菇 虾肉都很爽 但是虾饺 虾饺就普通通 烧米就比虾饺好吃 如果下次你来拿 看到就拿烧米和蒸牛肉 也可以的 如果拿到的话 饮品就每人放一杯咖啡茶 刚才问他可不可以可乐 是可以的 不过就要加二十元一杯 也挺贵的 又来到甜品时间了 选择都好多 真是花多眼乱 各样都想试 甜品时间了 刚刚拿了几件迷你蛋糕 有个 瓶子朱古力mousse 士多比你留心芝士蛋糕 还有一个芒果mousse 还有一件海盐蛋糕 有点粉蓝色的奶油 蛋糕也挺松软 但吃不出海盐味 是个忌廉蛋糕 瓶子朱古力蛋糕也挺好吃 它的外层像朱古力皮 有些花生 脆脆粒 应该不是发生 是瓶子粒 加上果仁粒 总之咬下去有点咬口 里面就是一个mousse cake 这个有点特别 芝士流心蛋糕也挺有趣 它有些士多啤梨酱 其实外面的外层 都是一个芝士mousse 它是一个 慕斯蛋糕的質感 甜品都可以 吃了这几件都 甜品还有些葡萄 有小鸡蛋 雪糕有六款的味道选择 但没有写到用哪个品牌 不过就好像没有平时吃的那样好吃 大家要留意 订位之后 每人要付100元订金 预定日期的48小时内 是无得更改任何日子 我们之前给了200元订金 即我们今天两个人 total是1073.6元 今天整体的感觉都是良好的 我觉得不错了 虽然当然488元 可能有百多元 都是买过环境 在香港有唯一的旋转餐厅 又可以看到 360度的香港美景 都值百多元 因为你去旅行 去Observation Deck 起码都要一百多十元 入场费 吃东西 我觉得挺适合口味的 都好吃 唯一就是拿点心 就麻烦点 要等 可能 如果有空 又吃得多 酒店市场 有些不同的感受 我觉得这里 都值得试一下 这个当然是我个人的 口味分享感受 可能你来到也有不同的 体验也不一定 观众朋友 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记得给个like 和share影片给朋友 还未订阅danman826 记得按下个订阅 和钟仔 当我新典出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 还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G 记得特别优惠资讯 生活点滴 可以和大家分享 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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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